嗨,大家好,我是劉瑪爸 這邊是邱玉健 跟我們自我介紹一下你在這邊經營什麼樣的生意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邱玉健 我在這邊經營的是藝術品 木雕類跟桌板還有茶桌茶盤 跟三億所賣的東西很像 跟三億賣的東西很像 因為三億算是很有名的一個木雕的地方 對,對 那這個地方是在哪裡 這個地方在台中市的大洋 台中市的大洋 所以如果你是住在中部地區的朋友 可以來這邊看一下 等一下我們會把照片拍幾張 然後讓大家過目一下 那,預見之前是 大概一年多之前加入我們的網路行銷來能到嗎? 對 那你學了網路行銷之後 你覺得你發揮了什麼功能 把它用在你自己的商業上面 在這個部分跟奶爸學到的製作 還有網頁的製作跟設計 那目前來講比較著重在臉書 臉書的行銷嗎? 行銷跟廣告比較多 對 所以臉書的廣告你覺得 以前跟現在 就是半年前跟現在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差別? 半年前的機會大很多 現在的機會差很多 差很多 對 所以是比較不好的意思嗎? 對 意思是說 你投一樣的金額廣告費 但是效果比以前差 對 很明顯 很明顯 那你覺得 大概是什麼樣的原因呢? 應該是他的那個 臉書的那個受眾率有調整過 受眾率有調整過 那有沒有可能是因為通行變多了 跟廣告的人變多了 也有關係 有沒有什麼其他方式 可以讓你的生意再好一點? 就是可能會 多打開一些網路的通路 網路的通路 對 像雅虎拍賣 或者是說我們自己做的網頁設計 這樣子 就是增加固光率 那像奶爸在膠澤我們都用過 其實都還是有人經過這些路徑進來 這樣子 兩天就大 還不錯 其實網路行銷就是 如果時間允許的話 盡量是能夠鋪天蓋地的 讓所有的社會大眾都能夠看得見你 就是擴大你的曝光度 對對對 那除了 演出廣告之外 因為付費型的廣告其實它是處於一種 主動式的行銷 讓別人看見你 但是如果是SEO的話 其實我還會建議就是說 讓自己的網站裡面 填滿更多商品的頁面 為什麼 因為就是希望人家被動式的搜尋到你 所以如果讓你的網站可以多多一些內容的話 應該可以幫助你的網站的曝光率會更大 讓別人自然流量會增加 這是我提供一個比較簡單的建議 好,那等一下呢 可不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你的產品 讓我們了解一下 它的部分就是它那個龍的部分 跟它身體都各的很精細 這個就是我們黃金章的茶盤 那我們的茶盤主流就是黃金章跟金絲奶兩種 那金絲奶就是你在強光的照射下 它會閃現出那個閃光 那因為現在這邊是白天 所以我們沒辦法直接很明顯的把那個動作做出來 那你如果像這個桌板有沒有 這個就是花梨的桌板 這邊來講它算是長銷的第一名 花梨的桌板 對,你不要看它這樣一張要四個大男人才搬得到 我們預估應該有300到400公斤 哇,這麼重? 對,那木頭來講它就是 跟大家講一個秘訣 買桌板一定要買那種又硬又重的 因為它在生長的時間的時候 它會生長的比較慢 那它又比較結實,那密度又高 那這種木桌板來講它比較不會變形 那我發現到其實網頁可以自己學 不用花那麼多錢 其實買吧的懶人包很好用 是我學過的網路課程裡面我覺得最受惠 最受惠,真的嗎? 真的,真的 因為我還有上過別的課程 那今天很感謝邱一見 能接受我們的採訪 然後也祝你的生意興隆 或者是你以後有更多的投書 或是更多的事業發展 可以做得更好 感謝你 謝謝 掰掰